又有小伙伴提问出 开心垂垂与天火谁强谁弱 这剧熊出墨动漫简直是太火了 各种各样的创意比评都在评论区展现出来 而男生每天都会随机抽取一个创意来满足小伙伴的需求 话不多说直接上剧情 相对而言 熊出墨的地位可谓是相当强悍 就连太平洋机甲都不能将他的地位所撼动 那么开心垂垂能否与之一战 开心垂垂是垂星的最强开挂王 可以说只要有垂垂在就没有摆不平的事 作为毛山派9999代传人 更是有着垂星宇宙统领者的称号 一拳就能够摧毁来袭垂星的所有战舰 且从黑洞之中打出时空流转 将敌人送出垂星宇宙 常态形态下的战力同样强悍的不讲道理 一招最为平常的小强线技术表现得淋漓尽致 而天火是熊出墨重返地球中的boss 天火机器人的动力能源是莱尔矿 唯一的特点就是具有超强的修复能力 能够让天火机器人刀枪不入 火力满格 虽然天火的强悍不比寻常 但经过男神的分析 想要打败天火也不难 小伙伴都知道 天火是在变身后的熊二 一击之下随之毁灭的 变身为石头熊的熊二 此时的力量速度都有一个质的提升 那么也就是说 只要有足够的力量 摧毁天火战甲基本上不成什么问题 哎 巧了 关于对力量的认知 垂垂恰巧射击一二 垂垂单手就能够举起整个垂星 且在变身为光头奇遇形态之后的垂垂 一个意念就能将垂星破碎 双手一合 垂星又能够立马复原 这样的战力 翻成史上最强也不为过 所以这么看来的话 天火机甲 在垂垂面前简直弱的可怕 所以这儿开心垂垂完胜 感谢小伙伴点赞关注 男神风学院下期更有趣